母后 是因为你的病足 不是 那是为何 是因为二皇帝 泰儿 你不是已经原谅泰儿了吗 我原谅了他 可他并没有放过我 你为什么这么说 上次赛马 他想置我于死地 幸亏老天有眼 让我保全了性命 随后他又在父皇和你面前邀宠 还不是想夺太子之位 谁当太子 无所谓 可二皇帝 以那种宠断 寒儿不服 寒儿想不偷 寒儿郁闷 这话是谁对你说的 是皇 是皇儿自己怀疑 怀疑 那是你亲弟弟 你为什么无怨无故 怀疑你的亲弟弟呢 他做那些事情 不能不让皇儿我怀疑 泰儿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怀疑 父皇曾罚他思过一年 可不到一个月 就宽恕了他 若不是他在父皇面前说了鬼话 父皇怎么会这么轻易地饶恕他呢 就因为这件事 你就怀疑泰儿 还有这次出巡 您和父皇 为什么只待二弟而不待我呢 还有呢 没有了 我和你父皇宽恕泰儿 是因为泰儿已经真心悔过 待他出巡 是为了增长他的见识 以便日后更好地辅佐你治理天下 这 你是太子 将来是一国之君 让你监国 为了提高你实际处理政务的能力 你看看你 这些日子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 人必自无 然后人无知 夺取你太子之位的不是别人 而是你的心魔 你的心心如此狭窄 连父皇母后连你的亲弟弟都不相信 你还能相信谁 我 我 出乎而者 反乎而者 你对别人怀疑猜忌 别人同样也不会信任你 你这个样子 父皇母后怎么放心将国家交给你来管理 母后 皇儿知错了 您原谅皇儿吧 成前 母后相信 你不会无缘无故怀疑太儿 你跟母后说实话 这些话是谁对你说的 是皇儿自己怀疑的 成前 你抬起头看着母后 成前 你跟母后说实话 那些话到底是谁对你说的 是 是皇叔 哪个皇叔 是 是元昌皇叔 是汉王 成前 你派人去把汉王请来 母后我有话对他说 是 参见皇后 汉王免礼 谢皇后 汉王 汉王 哀家问你 这些年来 陛下带你如何 皇上带臣恩重如善 那你打算用什么来回报陛下 这 你挑拨太子和二皇子的关系 让他们兄弟相残 这就是你回报陛下的方式 这就是你回报陛下的方式吗 皇后 臣冤枉 绝无此事 皇叔 您就别狡辩了 咱们的事 母后他 他都知道了 这 这 太子和太儿 都是你的侄儿 你是他们的叔叔 你从中挑拨 眼睁睁看着他们兄弟相斗 你究竟有何所图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实话实说了 我要报仇 报仇 不错 当年历史没害死我的母亲 母仇不共代替 我今天这样做 也是以禀之道 还世彼身 皇叔 原来你一直利用我 向我父皇报复 母后说 你在骗我 我还不信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当年你父皇害死我母亲 手段比这惨烈十倍 可父皇后来善待你 也算对你有儿了 那是他心中有愧 善待我 是为了掩饰他心中的不安 汉王 你错了 皇上没有做过任何愧对你的事 你的母亲并不是皇上害死的 不是皇上 那是谁 当年你年纪小 并没有亲眼目睹当时的情形 你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道听图书 当年你母亲和齐王合谋 设计陷害当今皇上 事情败露 先皇要将你母亲乱棒打死 当今皇上再三求情 先皇才赐你母亲一杯毒酒 让你母亲保得全尸 当今皇上这样做 也算对不起你母亲吗 你母亲死后 皇上见你可怜 善加照顾 这样做 也算对不起你吗 这 你之前道听图说的 只是事情的表面 而不进一步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将对你有恩的人看作仇人 还挑拨下一代 让他们自相贪杀 你所做的一切 又对得起谁呢 母后 您没事吧 母后 臣弟罪该万死 臣弟恩将仇报 臣弟请皇后责罚 你虽然罪孽深重 可惜的是你还没有铸成大错 你明天向陛下第一份奏章 自建去外省任职 远离京城 算是对你的惩罚吧 母后 这样惩罚也太轻了吧 孩儿将这件事禀告父皇 请父皇严重 不要 你皇叔已经认错 如果让你父皇知道 必定要大发雷霆 汉王毕竟是你父皇的手足 你想让你父皇亲手杀害自己的弟弟吗 皇儿不敢 皇后大安大德 我李元昌与终身难保 汉王请起 只要汉王今后做事 都以天下百姓的福祉为面 去除一己私利 就算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臣弟谨遵皇后教诲 皇儿不孝 皇儿不听皇叔谗言 自甘堕落 家害二弟 皇儿最该问死 皇儿你起来 做人心量一定要宽 不能够心胸狭窄 量大福才会大呀 皇儿明白 皇儿让母后操心了 教友一定要谨慎 同事人累不起 你是太子 在你身上有所图的人 必定不少 你一定要慎之又慎 多亲近有德行的人 向他们学习 你的德行也会逐日进步 如果让不孝的小人趁虚而入 日积月来 你的言行举止 心性品德都会受到影响 导致人生的失败 皇儿明白了 母后您累了一夜了 快休息吧 身累不如心累 孩儿不孝 贞观十年 长孙皇后旧疾复发 病情严重 父皇 为了让母亲病情早日好转 皇儿请求父皇大赦天下 以求上天保佑 准走 陛下不要 为什么 大赦天下 只有新军登基或国乱正衰的时候 才会用这样的方法 期望能够国泰民安 臣妾不过一介妇人 怎能因病而乱天下法治呢 皇后别这么说 在朕的心中 没有任何是比你的健康更重要 陛下 您这是献臣妾于不义啊 这从何说起 陛下乃义国之君 应心系天下百姓为药 怎能为臣妾一人 而设天下百姓于不顾呢 皇后说得对 可你的病情 生死有命 不可强求 若修福可以延寿 臣妾一生并未作恶 又何须在患病的时候 强行修福呢 皇后的病重 管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就让朕为你做一点事吧 只要陛下能够秦真爱民 臣妾就心满意足了 皇后 皇后您安心养病 不要再为别的事操心了 爱家自知命不久矣 皇后您不要这样说 爱家一生没有遗憾 只是放不下他呀 您是说太子 皇后 您为何不将太子的事禀告陛下 却把所有的事都自己扛着 您太累了 禀告陛下 万一陛下大怒 说不定会废掉太子 太子多次犯错 幸亏有皇后及时挽救 奴婢觉得他根本不配当太子 城前是嫡长子 太子理应有他来做 可太子做的那些事情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太子需要再磨练 如果被废 其他皇子都会觊觎太子之位 多谓之心已起 对天下设计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奴婢又想那么多 城前本性不坏 但年幼无知一受干扰 只要善家教导 还是会很好的 玉莹 你去请改叶寺定闲师太来 我有事请教 是 请你参见皇后 事态不虚多礼 今天将事态请来 有事向您请教 皇后请说 爱家自知不久人世 心有遗愿 不知有生之年 可否完成 一切法由心想生 皇后何不放下执着 顺其自然呢 凡事若开始就没有希望 又何来失望 只要做好当下之事 至于结果如何 又何必费心去强求呢 爱家明白了 玉莹不懂 皇后一生行善无数 从来没有做过恶事 不是说善有善报吗 世间万物 有生必有死 生生死死 循环不息 然而生未必是开始 死也未必是终结 人生一世 当求心安 至于寿命长短 又何必强求呢 玉莹不懂 玉莹只求皇后长寿 玉莹不得对师太无礼 谢谢师太的教诲 皇后宅心仁后 责备苍生 必将受到万事敬仰 此乃人生最大的福报 皇后最多只有三个月的寿命 陛下 臣妾自知命不久已 不能长半左右 望陛下珍重 皇后不要这么说 吉然天下 你会没事的 又是牡丹盛开的季节 臣妾想去外面看看牡丹 我都陪你一起去 陛下还记得那年 咱们去洛阳看牡丹吗 当然记得 那个老者告诉我们 栽种牡丹 要对牡丹有爱心 回来之后 寡人命人 依法栽种 如今也有收获了 陛下治国 对百姓也要心存仁爱 才能长治久安 臣妾住院大堂 和这牡丹一样繁荣 今日房爱卿告老还乡之时 也是这样对朕说的 房爱卿告老还乡了 房爱卿一生为国操劳 如今年事也高 也该安乡满年了 丞相一直 朕想让无忌解体 我哥哥 陛下请收回成命吧 为什么 臣妾身为皇后 尊贵以及 若再让家人掌权 恐汉朝旅获专权之事 将再重现 皇后多虑了 这些年来 我们奋属君臣 情同兄弟 朕相信 无忌不会做出专权之事 人一旦大权在握 一生必断 臣妾不希望兄长 因权力过大 做出有损国家的事情 请陛下成全 他是丞相的最佳人选 为政王规都有丞相之财 陛下何必一定要任命家兄 这是臣妾最后的请求 皇后不许如此 朕答应便是 谢陛下 皇后 时候不早了 您休息吧 爱家时日已经不多 我想在有生之年 完成这卷女责 希望后世女子阅读之后 能够从中有所获益 皇后 女子除了相夫教子 还能做什么 千万不要小看相夫教子 只有家庭和睦 家族才能兴旺 这关键就要看我们女人 相夫教子并非一事 这件事做好了 其他的事才能做好 皇后 皇后 她 她是谁 皇后 是我 姨妃妹妹 是你 奴婢对不起皇后 皇后对奴婢恩重如山 奴婢还喜欢怨恨 奴婢不是人 皇后 燕妃娘娘听说您病重 一定要来探望你 奴婢斗胆 带她前来 爱家不怪你 以后要皇后照顾陛下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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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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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六年六月 长孙皇后 禀威 李志 冲儿 母后 李志 你自小叫声管阳 现在身为人妇 一定要忠于本分 好好相夫教子 你还明白 冲儿 立志以后要托你照顾 她难免有几分公主脾气 希望你能够担待 母后放心 我一定照顾好公主 趁前 太儿 太儿在 你们兄弟两个 一定要齐心协力 千万不要再互相猜忌了 母后放心 皇儿一定竭尽所能 辅佐兄长 干闹徒弟 太所不辞 皇儿不孝 让母后操心 皇儿就一定善待二弟 陛下 皇后 陛下 臣妾今生 不能再服事左右 臣妾 对不起陛下 要先陛下而去 往陛下保重 皇后 朕此生有你这样的嫌弃 终生无憾 朕向你保证 朕一生 只有你一个皇后 臣妾有心 嫁给陛下这样的嫌弃 是臣妾的福气 臣妾死而无憾 皇后 何处此言 臣妾恳请陛下 臣妾死后 千万不要厚葬 只求因山而葬 将我简薄送终即可 这 这怎么可以啊 自古圣贤 皆冲上简薄 臣妾死则死矣 别无所求 往陛下成全 朕答应皇后 还望陛下 亲君子 圆小人 拿中箭 并禅言 只要陛下 只要陛下能这样做 臣妾也了无遗憾了 皇后 陛下 希望你能够原谅一个人 说吧 殷妾 皇后 皇后 陛下 臣妾曾向你许诺 全阴妃改过 嫌她已同盖前妃 望你能够原谅 陛下 臣妾知错了 当年是谋害皇后 姐皇后都原谅了你 朕还有何话说 哀家去后 望妹妹能好好照顾陛下 路边一定好好做陛下 哀家放心了 公元六三六年 长孙皇后去世 终年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的过世 令唐太宗伤心欲绝 终生没有再历皇后 高宗即位后 封长孙皇后 尊号为文德顺圣皇后 虽然长孙皇后的一生 是短暂的 但她独有的人格魅力 却永远留在了人间 在她的身上 可以看到华夏女子 优美的德行 与宽容的胸怀 长孙皇后 不仅是唐太宗的贤内助 更不愧为母依天下的典范